作为笑话女主 一觉醒来 我忽然听见了情敌女配的心声 体育课上 她坐在操场上发呆 男主好油啊 真是辣眼睛 杀杀了 男儿有病吧 到底谁在喜欢她 砍了砍了 女主好香好乱好漂亮 嘿嘿 抄抄女主 等一下 女主 说的是我吗 家人们 关注艺术太苦了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啦 拜托拜托 小姨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 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正文现在开始 班里新来了的转校生 她总是穿着件白色白者裙 优雅如含苞的出水芙蓉 仙尘不染 好像一朵柔弱又无助的小白花 能就读这座贵族学校的人都非复即贵 夏里属于第三种情况 成绩优异 家境贫寒 被学校招来充当门店的特招生 在我们学校 一千个人里会有一个特招生 而夏里就是其中一个 她不知道 去年班里也转来一个特招生 豆指昂扬的来 最后受不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主动转学了 在我看来 夏里大概率也会和她一样 虽然她像是小说里那种贫苦清寒 却努力上进的校园清纯女主角 但善良不能当饭吃 财富和权利 才是贵族学院最大的通行证 直到有一天 她怯生生的来找我问数学题 我刚拿起笔 忽然听见了她的心声 姐姐的手指好长 技术一定很好吧 有什么东西骚起来了 我默默把笔放下 用下巴点了点书上的题目 你靠近点 我来说 你来写 夏里乖巧地点点头 一只手撑在我的胳膊左边 一只手拿着笔向我靠近 我忽然就被她拢在了怀里 同时听见她在心里 姐姐身上好香 好想当姐姐的狗 这样就可以天天舔姐姐了 嘻嘻 我红着脸 给她讲完所有题目 狼狈不堪地逃出了教室 从那以后 我总是能听见夏里的心声 女主真的好漂亮 男主也穿了衣服 男二可以呀 要是好看一点就不丑了 我听了半个多月 终于明白了 夏里她似乎绑定了一个系统 这个世界是一本书 我是女主 我的未婚夫赋予是男主 竹马沈阔是男二 而她是系统派来 推动剧情的恶毒女二 当她出现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爱上她 视我为蛇蝎 伤害我 抛弃我 最后她功成身退 所有人开始对我追悔莫及 简单来说 这是一本虐身又虐心的脑残文 可是夏里 她似乎并不想按照系统的指示作 作为传说中 富白貌美的富家千金大小姐 我不仅就读于贵族学校 长得漂亮 学习成绩好 还有一个标配竹马 和一个校园男神未婚夫 不出意外的话 我的人生必定是顺风顺水 一辈子都活在周围人的宠爱中 只是我最近发现 我的青梅竹马和未婚夫 好像同时喜欢上夏里 而且 他们还将我作为了夏里的对照组 如果说我是人间富贵化 那夏里就是清纯小白化 她眉如翠雨 肌如白雪 整个面庞细致清丽 不带一丝一毫人间烟火味 吃晚饭时 我吐槽食堂的黑暗料理 竹马沈阔忽然叹了口气 你知道吗 夏里他连零食都没吃过 你却嫌这些菜难吃 不是哥吗 阳光葡萄炒玉米 这谁能吃得下去 我就是猪我也得挑挑食吧 迎新晚会上 我穿着我新买的高定礼服 去找未婚夫赋予 有些兴奋的和他炫耀 怎么样 我的新裙子好看吧 他眼中先是惊艳 再是想起了什么事的 厌恶的皱了皱眉 你又花了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有人一件衣服穿三年 你却花这么多钱 来买这些不切实际的衣服 你怎么能这么付钱 我被气笑了 那我不穿礼服穿什么 傅宇 你可以穿校服啊 夏里穿的就是校服 晚会穿校服 我是没钱还是疯了 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难道这个时间点 剧情就已经开始了 我穿梭在晚会的人群中 努力寻找夏里的身影 终于在一个阴暗角落里发现了他 看见我的那一瞬间 他 可爱 想贴贴 我默默缩回了打招呼的手 算了算了 我还能忍 体育课上 我气喘吁吁的坐在草地上休息 傅宇聊起衣服 露出他的八块腹肌 引得在场女生一阵惊呼 他自信一笑 直接脱掉衣服 朝我甩了过来 声音大的半个操场都能听见 温让 帮我保存 沈阔不甘示弱的 也把他的衣服甩过来 小让 帮我拿着 两个人之间 似乎燃起了看不见的硝烟 相互对视一眼 就默契地往球场中央走去 两个裸男同时出现在操场上 属实是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 趁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他们身上时 我快速地把两件 充满汗臭的衣服甩到一边 一 手都脏了 我环视了一圈 发现夏里也在不远处的草地上坐着 只不过和其他人不同的是 他看似发呆 实际上只有我知道 他正在疯狂吐槽 男主这么油 是刚开发油田回来的吗 什么八块腹肌 全是瘦的 这死人样真是辣眼睛 杀杀了 男二有病吧 甩个衣服 差点甩到姐姐脸上 我都不敢想象有多臭 到底是谁在喜欢他呀 通通拉出去砍了 两根死排骨 明明这么普通 却又如此自信 没有镜子总有尿吧 怎么就不能撒泡尿 看看自己长啥样呢 他的视线忽然和我对上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啊 姐姐看我了 我心跳加速 呼吸加快 我净化雾霾的能力 赶超热带雨林 我将成为新的地球之沸 我扑通一声 把青藏高原跪成盆地 哭到不再需要南水北调工程 好到产生的锋利发电 供应全球人民使用 姐姐真的好像好软好可爱 嘿 超超女主 一个机械生气急败坏地说 宿主 你别太荒谬 那是女主 请你不要老是肖想女主好吗 他反击道 凭什么 我就要 我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 别抄了 全场寂静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怎么了 傅宇听见我的声音 球都不打了 立即跑下来看我 沈阔紧随其后 我尴尬又快速地站起身 没事没事 你们继续 起得太快 我一不小心踩到脚边的石子 呲牙咧嘴地摔倒在地 姐姐 温让 小让 三个声音几乎同时脱口而出 傅宇和沈阔着急地把我扶起来 怎么样 是不是扭到脚踝了 他们不动还好 一动 我的脚踝就像撕裂了一样 我咬牙切齿地说 你们先放开 别再拉着我了 再拉下去 受伤的就不只是我的脚踝了 傅宇皱眉 立即俯下身 试图用公主抱把我抱起来 我送你去医务室 他弯下腰 腰腹用力 双臂用力向上一勾 成功把我摔落到地上 造成二次损伤 我额头上冒出了细汗 眼前一片惺惺点点 傅宇的声音好像是从天边传来的 他愤愤地说道 让你少吃点 你怎么又胖了 我都抱不动你 我胖你个大头鬼呀 我最重的时候才90斤 1米790斤很重 他又说 你看看人家夏里 肯定比你轻 不知道什么时候夏里也过来了 他表里表气地在一旁负荷道 是呀是呀 我才100斤 姐姐应该比我重吧 然而我却听见他在心里说 还好姐姐是女孩子 不像你们这些男生 胖还可以瘦 短了是一辈子的事 姐姐是应该减肥了 和你站一起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两姐妹呢 都一样瘦 哈哈哈哈 好妈 好妈呀 我瞬间清醒 颇为赞赏地看了一眼夏里 神阔健壮 连忙上前道 我来我来 在所有人震惊的眼神中 夏里直接干脆利落地 把我从地上抱起来 顺手颠了颠 随后冲他们灿然一笑 还是我来吧 姐姐这么重 等会儿再把哥哥们的手 弄伤了怎么办 她稳稳地抱着我 往衣物室走 看似发扬同学有意 实际上 我抱到女主了 我抱到女主了 系统你看啊 女儿好乖好 可爱呜呜 我好想发疯 我想狗叫 这是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这是羚羊灯 这是山羊跳 乌鸦坐飞机 老鼠走迷宫 大象踢腿 愤怒的章鱼 巨斧砍大树 彻底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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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声弱弱地 求求你不要这样 我真的好害怕 夏里没理她 反而低下头轻声安慰我 姐姐别怕 我们马上就到了 如果你的手 没有停留在我的屁股上 并且心里没有发出 结结结的笑声的话 我想我是不会怕的 我好像遇到真变态了 不确定 再看看 因为扭伤了脚 夏里自告奋勇 和我同桌换了位置 搬到我身边 所有人都夸她心地善良 只有我知道 这人天天脑子里 全是黄色废料 小时候我的衣服老是破 妈妈给我抱了一个裁缝班 裁缝班的老师 就问我们谁的衣服老是破 我第一个站起来说 我的老婆 我的老婆 你好 女士 我是一只被你美昏头的鲨鱼 可以和我拍一张婚纱照吗 宝宝 我今天拉了好多次 想你一遍又一遍 她还逼迫系统和她唱双簧 不唱就扇死她 数学课上 她突然 姐姐是我的啥 大声唱出来 系统生无可恋的大声附和 姐姐是你的天 喵喵喵喵喵 她又唱 姐姐是我的啥 大声说出来 系统 姐姐是你的地 我真的绷不住了 笑得崩溃 夏琳她确定 拿到的是恶毒女儿剧本 不是搞笑女剧本吗 还有她的系统 人家说扇死你就信 你都没有实体 你怕她干什么呀 要不说什么锅配什么盖呢 一人一桶简直般配 有时候我是真的想扒开她的脑子 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虽然是成年人 但也不必如此放肆 为什么天天上课唱小黄歌 为什么偷偷看我还外外 为什么总是精神分裂发疯 最后我郑重总结了一点 那就是夏琳 是一个精神的女人 挣着毒 反着毒都可以 她的系统已经彻底放弃了 随她放飞自我 不过我发现 剧情还在继续 并且朝着更狗血的方向发展了 周一 未婚夫妇宇来找我 说要和我退婚 我有些意外 为什么 妇宇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咳嗽两声 说道 我们本来就是商业联姻 娶你是我父母的旨意 可是现在我有了喜欢的人 她温柔善良 她需要我的保护 如果不是能听到夏琳的心声 我差点就信了 我用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 看着她 保护 你说的是那个天天年卓我的夏琳 上课唱小黄歌的夏琳 赋予长叹一口气 小让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我知道你很爱我 但是没办法 谁让我爱上一个不该爱上的人 我们终究还是错付了 沉退了 这一退 就是一辈子 她单膝下跪 拱手完便迅速离开 我的鸡皮疙瘩 在她说话时就已经掉了一地啊 到底是哪位作者写的小说 怎么给我配了个油田王子 你这主的命就不是命吗 当然 退婚是不可能退的 两家早就订好的婚约 怎么可能因为她短短几句话就退了 隔天沈阔也来找我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语气 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 甚至连微微颤抖的双手 和45度仰望天空时 落下痛苦纠结不堪的眼泪 都一模一样 你懂吗 我看见她 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但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 一见钟情是什么感受 好耳熟 这不是夏琳经常对我说的话吗 我抬手制止 我懂 喜欢夏琳是吧 OK 去追吧 支持你哦 追吧 都去追吧 反正你们喜欢的夏琳妹妹 一颗心挂在我身上 你们再怎么追也是白费 我算是彻底看清了 什么未婚夫 什么青梅竹马 通通都是作者阴家给我的buff 还是带薰弱效果的那种 从头到尾 我就没有喜欢过 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有他们 我会过得好 没有他们 我会过得更好 在我看来 夏琳她根本就不是恶毒女二 而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神 果不其然 面对两大风云笑草的追求 夏琳没有丝毫动摇 她甚至一边装绿茶 一边把富宇和沈阔送的礼物 全部转送给我 我乳糖不耐受 这个牛奶我不能喝 姐姐你喝吧 这个巧克力好像是德国进口诶 可惜我对巧克力过敏 还是姐姐你吃吧 好香的鸡汤啊 但是我吃饱了 要不 姐姐你帮我喝了 她嘴甜 一声声姐姐叫的我 那是一个迷糊 当着富宇和沈阔的面 把零食全炫我嘴里 更气人的是她还要来一句 我就是想和姐姐一起分享 你们不介意吧 她们怎么可能 当着我的面介意呢 都说不介意 一个个铁青着脸 转身就走 她的系统急了 让你当恶毒女二 不是让你当人后妈 你他妈能不能搞清楚 你在做什么呀 夏琳正在和我嗑瓜子 文言回答道 当然清楚啊 我在追老婆 你懂不懂 有老婆的人请说话 没老婆的人请闭嘴 我一机灵 一颗瓜子人卡在喉咙里 呛得我直咳嗽 夏琳狠狠地拍打我的背 让我把瓜子人咳出来 关切地询问我 没事吧 我摇摇头 没事 她嘴巴没动 心里却得意地和系统说 看 我老婆说话了 承认吧 你也为我着迷对不对 高 实在是高 怎么会有人连一句废话也没有 全是骚话 系统 你 你没救了 我的未婚夫和种马集体倒戈 放弃我转而追求转笑声的事 不过几天 就已经闹得人尽皆知 他们追求夏琳的阵价太大 即使我刻意忽略 也避免不了尴尬的场面 更何况他们舔夏琳 沈阔倒是先找上我 他带着一脸愤怒而来 眼底冒起了一层火焰 沉着脸谋色冷立 平时你抢夏琳的东西就算了 你为什么要抢夏琳的果奖 你知不知道他等了有多久 我眉心一皱 什么果奖 沈阔冷笑 你还装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抢走果奖的 就因为我这段时间在追他 你心里不平衡了 哼 你的手段为你太过低劣 我这才想起来 果奖是学校每年都会评选出来的 年度最优奖励 一年只有一个人 得奖的人不仅能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 还能得到两万元的现金 前两年的果奖都是我拿到的 毕竟我常年专业第一 能拿到这个奖不靠父母 纯靠姐的实力 听他这么说 今年应该也是我 想到这里 我随即反驳道 我是专业第一 这个奖是我应得的吧 沈阔则怪的看了我一眼 像是在怪我不懂事 你都这么有钱了 让给夏琳怎么了 我 你在发颠吗 我有钱就该让着别人 我是有钱 不是有病 沈阔的脑子 怕是被外星人吃了吧 他还在为夏琳愤愤不平 你知道夏琳为了拿奖 有多辛苦吗 两万块在你这里只值一个报 但是对夏琳意味着多少你知道吗 你失去的只是一张奖状 他失去的可是一年的生活费啊 哦 那你大度 你出两万块给他不就好了 我知道这句话戳到了他的痛处 在言情小说里 自古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不是青梅出事 就是竹马出事 很遗憾 沈阔就是出事的那个 他家破产后 还是靠我们家这么多年的阶级 才勉强生活 哪里还有多余的钱给别人 沈阔失望至极 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 最后只好说了一句 温让 你变了 我本能的想骂他变成你爹了是吧 话到嘴边却猛的发现 我怎么开始学夏琳说话了 夏琳说来就来 一进门就拦在 我和沈阔中间 眼含泪珠 眉目七七 你们不要再为我吵架了 对着我 他说 姐姐 你不要为难沈阔哥哥 他也是为我好 才说出那些话 你千万不要生他的气 我听到的 妈的傻狗 惹我姐姐生气了吧 看我不一巴掌 把你扇出地球 我扇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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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沈阔 他说 沈阔哥哥没事的 这奖本来就是姐姐的 我不要也没关系的 你不要再和姐姐吵架了 实际上 继续吵继续吵 让姐姐看看你的真面目 臭傻狗 还想到的绑架 笑死 我根本没有道德 我他妈法外狂徒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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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沈阔还误以为是夏琳在关心他 暗自下了决心 对他表明忠心 夏琳 别怕 我一定会帮你的 临走前 他还瞪了我一眼 瞪我有屁用 你家女神准备扇死你了 你还在这里 别怕我帮你 哦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脑残 虽然沈阔这一番操作让我作呕 但是他说的话 还是在我心里当起了涟漪 这两万块钱 真的对夏琳很重要吗 也怪我平时只关注他的骚炎 骚雨去了 忘了关注他本身 夏琳 他似乎确实很穷 我开始观察着夏琳的一举一动 越观察 我就越愧疚 他真的很穷 穷到学校明明没有规定穿校服 他还是坚持每天都穿校服 要么就是那条白者裙 我猜 因为他最好的衣服 就是校服和唯一的裙子 他的背包 鞋 看得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干部了 却依然坚持没有退休 我还从班岛那里得知 他是孤儿 可是沈阔和富裕追求他食送的东西 他全部给我了 一点也没有给自己留下 平常经常听他和系统说话 表白的话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却从没听见过他对系统诉苦 连经手指都没有开 从夏琳一出现 我就知道他是恶毒女二 可他不仅从未伤害我 还总是暗中保护我 为什么 看着他对我扬起的灿烂笑容 我终于忍不住 夏琳 你想来我家玩吗 思虑再三 我还是没有把那句话说出口 而是邀请他去家里玩 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不需要同情 与其把果奖让给他 不如更真诚的和他做朋友 夏琳两眼放光 好啊 我还没有去过姐姐家呢 晚上 我就彻底后悔 当时做的这个决定 我到底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 主动邀请寄予我身子的人 来家里做客 甚至供诊 窗外电闪雷鸣 夏琳抱着枕头 哭唧唧地爬上我的床 姐姐 我真的好怕 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睡 我本想拒绝他 谁料他又加了一句 求求你了 这谁顶得住 我一时心软 点点头就同意了 下一秒 只见他飞快地翻身上床 双臂紧搂着我的腰 漂亮的小脸蛋 埋在我胸前 身体不停地颤抖 姐姐 我害怕 怕怕怕你怕个球头 到底是谁在心里笑得这么大声 牙齿都要笑掉了吧 姐姐的腰好软 嘿嘿 喜欢 我随口回应道 喜欢你就摸呗 又不是第一次了 话音刚落 我就感到一丝不妙 刚刚那句话 是他说出来的 还是心里想的来着 出乎意料的是 夏琳似乎没有听见 仍然埋着头 呼吸平静地缓着我的腰 估计是语太大没听见吧 我这才松了口气 迷迷糊糊间陷入了睡眠 夏琳似乎在我耳边说话 若有若无的声音 让我怎么听也听不清 好像是 姐姐你好可爱 这下 我算是和傅宇审阔二人 彻底撕破了脸皮 审阔认为我小肚鸡肠 无论别人怎么说 他都觉得 是我故意抢走了国奖名额 傅宇则坚持不懈地 给夏琳送早餐和零食 虽然他们的最终归宿 都是我的肚子 但夏琳说 能被姐姐吃掉是他们的福气 傅宇可不这么想 他看见我的书桌上 摆放着他送给夏琳的零食后 坚定地认为这是无故意抢的 小让 我不想我们之间变成这样 夏琳已经很可怜了 请你不要再抢他的东西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不要把小脾气撒到夏琳身上 我该怎么告诉你 是你口中那个可怜的小姑娘 亲自往我嘴里 送还逼着我吃下去的呢 越来越厌恶他们的同时 我也越来越喜欢夏琳 拜托 有一个心口不一 随时发疯的同桌 真的超级酷好不好 年度晚会上 最终获得果奖的人还是我 只不过私底下 我早就已经为夏琳安排好 另一个奖项 以助学金的名义 让学校直接打进了他的卡里 沈阔看我的眼神像是在喷火 我无视他要吃人的神情 静止走上台领奖 夏琳在台下拼命鼓掌 按照惯例 往年的开场舞不是我和富宇跳 就是我和沈阔跳 而今年 他们一致抛弃了 作为开场舞嘉宾的我 同时向夏琳伸出了手 我能邀请你做我的舞伴吗 全场哗然 原来传闻说的都是真的 同情 可怜 幸灾乐祸的眼神 从四面八方望过来 我平静地站在原地 注视着他们 心中莫属 一 二 三 对不起 夏琳微微躬身 言语间充满歉意 我已经有舞伴了 她一步步向我走来 迎着耀眼的灯光 连发丝也发出了灿烂的光芒 终于站立在我面前 她提着花边裙摆 姿态优雅 向我伸出一只手 美丽的小姐 我能邀请你跳支舞吗 富宇和沈阔瞳孔骤然收缩 奇奇发声 你们疯了 两个女生怎么跳舞 我定定地看向她的眼睛 某中如绚烂心和道意 除了鼓励和明晃晃的爱意 再无其他 于是我坚定地把我的手放了上去 为什么不可以 没有人规定 两个女生不可以一起跳舞 更没有人规定 跳舞必须是一男一女 我可以和父母跳舞 可以和老师跳舞 可以和小狗跳舞 可以和我喜欢的一切跳舞 只要我喜欢 为什么不可以 男女思维没什么区别 是偏见才产生了区别 永远记住 性别只是用来区分厕所的 天花板上华丽的水晶吊灯 从每个角度都折射出 如梦似幻的斑斓彩光 少女的裙摆 墙壁上雕刻的爱神 一切的一切 都让我恍落在梦境一般 夏里勾着我的腰 在我耳边倾笑 姐姐 你真漂亮 谢谢你送我的礼服 我很喜欢 还有 今晚月色真美 我的心脏绷绷直跳 难以言说的情感 在心底蔓延开来 我接接巴巴地问道 你 你是在向我表白吗 他说 不 我是在向你施爱 夏里毫不掩饰的占有欲 终于引起了两个男人的怀疑 这次 他们不再质疑我 而是怀疑夏里 从后台经过时 傅宇和沈阔 舒递拉住我的手臂 双眼盯着我 神色紧张 你和夏里是什么关系 夏里忽然从我身后窜出来 紧紧抱着我的胳膊 开始了他的茶言茶语 我和姐姐是什么关系 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你们还不知道吧 姐姐的床可香可软了 今天差点睡过头 还是我叫姐姐起床的呢 傅宇上前几步 神情机遇崩溃 低吼着 说我很好玩吗 我追了你多久 你现在告诉我喜欢女生 夏里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还有温让 我才是你的未婚夫 我对傅宇的厚脸皮 叹为观止 追夏里的时候 义正词言 说我们只是商业联姻要退婚 发现事情已经超出 他能掌控的范围了 又变成我的未婚夫了 这时候 夏里的系统忽然大声的说 妈的 怎么和没你姐姐说话呢 对他 我还没说话 夏里小嘴一张 巴巴巴的骂他一个暴扣 喝点马尿 你是心高气傲 遇上我 你是生死难料 什么小三 我被爱的才是小三 你们一个两个装得道貌岸然 还不是靠姐姐吃饭 如果不是念着一起长大的恩情 你有什么资格 配得上和姐姐联姻 凭你家那个破家庭作坊 还是凭你端起碗来骂娘的无耻 还有你审扩 你的零花钱 都是姐姐的爸妈给的 你有什么资格强迫他把果价让给我 富宇和审扩气得直发抖 连话也说不出口 你 你们 后来他们在吵什么 我已经听不清了 只记得我正正的被夏里揽在怀里 她的手和我紧紧相扣 食指相连 从头到尾都没有再放开 燕慧听上她说的话又跃上心头 喜欢我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呢 从听见夏里说的第一句话起 我就知道她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那些人人不断地夸我的话 虽然令我害羞 但其实我从未当真 连这个世界都是假的 又有什么是真的呢 可是当她红着脸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我竟然会有种想哭的冲动 那时候她的心里在说什么呢 其实我听见了 悄悄话告诉我 她说的是 我爱你 事情闹得太大 我直接把傅宇和沈阔的恶劣行为 告诉了爸妈 他们气坏了 当即表示要解除婚约 并且终止和他们两家的合作 沈阔被她父母暴打了一顿 灰溜溜地去了国外 傅宇却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再出现在学校 那天过后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夏里 她还是像以前一样 随时随地冲我笑 顺便心里狠狠吹一通我的彩虹屁 可是一看见她 我的脑海里 就会自动回想起她和我表白的场景 无奈之下 我只好避开她的活动范围 主动搬到了其他位置 夏里没有阻拦 只是一整天都无精打采 连我的彩虹屁也不吹了 唉 习惯了和夏里一起回家 独自一个人走在路上 反倒是感到别扭 我闷闷不乐地踢着路边的小石子 下一秒 我的眼睛就被蒙上了一块黑布 别出声 我不会动你 身后的人用小刀抵着我的腰部 即使他刻意压低了声音 我也一下就听出了声音的主人 傅宇 他呼吸一致 忽然手抖 刀尖划过我细嫩的皮肤 激得我一哆嗦 既然你听出来了 是我 他的声音很陡 像是怕被人发现 我找了你很多天 但夏里总是在你身边 我没办法靠近你 只好趁他不在的时候来找你 我已经没办法了 小让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父母要退婚 你知道的 我们家不能没有你们的投资啊 小让 小让 求求你 原谅我好不好 原来是我爸妈出手了 他拿着刀抖得实在厉害 我怕他一个不小心就失手了 别小心翼翼地安慰他 你先把刀放下 我保证 我不会 夏里 傅宇文声望去 就这一出神 他被夏里狠狠地踹倒在地 夏里一把拉起我 跑 他拉着我飞快地往外跑 跑到我喉咙开始发疼 他才停下来 四周全是废弃的木板木材 估计是某个曾经使用过的建筑工地 这时我才注意到 他的肩膀上有一处刀伤 夏里也看见了 毫不在意地说 没事 这点小伤 忍了一路的泪水终于忍不住落下来 我哭着吼他 什么是小伤 你告诉我什么是小伤 非要被捅了一刀 才算是伤吗 我明明躲开了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啊 你为什么又要救我 夏里 你到底要我怎样啊 他被我吼蒙了 本能地把我搂进怀里哄 姐姐不要哭 他只会说骚话 哄女孩子 却半点都不会 只是一个劲的让我不要哭 说着说着 自己还哭了起来 草了 莫名的喜剧感又出现了 哦 你哭什么 夏里边哭边说 对不起 是我太担心姐姐 所以才跟踪你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因为我表白 所以姐姐才夺我 对不起 我只是怕姐姐会讨厌我 你不要讨厌我好不好 我 我真的只是太喜欢你了 暗一正儿欲聋 这一次 我没法再欺骗我自己 我沉默着擦干她的眼泪 一点一点 拾去她的痛苦和苦涩 再一次指示她明亮的眼眸 你知道吗 我能听见你的心声 从头到尾 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能听见 我知道我是指骗人 知道你是恶毒女二 知道你有系统 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 但我不知道你的心 夏里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是不敢信 这个世界是假的 连我也是假的 我哪有什么回应你 夏里吸了吸鼻子 额头轻轻和我的相靠 她那双满是爱意的眼眸 此刻盛满了泪水 可是姐姐 我早就知道你能听见了 我被系统选中 她给我挑选的任务世界里 我一眼就看到了你 当时我就想 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 凭什么是在古早虐文的小说里呢 于是我让系统 把金手指夹在了你身上 我希望你能听见不一样的声音 更希望你能摆脱这个世界的剧情 她双手环绕着我的两臂 温暖的气息瞬间包裹住我 姐姐 你不是纸片人 你是我一见钟情的女孩子 你有血有肉 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有自己的思想 怎么会是冷冰冰的纸片人呢 我不是来推动剧情的 我是来爱你的 夕阳散见了最后一点余晖 我埋在夏里的怀里 嚎啕大哭 夏里你这个大笨蛋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怕 哪天你突然消失了 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 夏里低下头 吻走我脸上的泪滴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发誓 夏里再也不会离开温让 永远永远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姐姐 她牵着我慢慢走回家 两个相依的影子被不断拉长 黄昏落下帷幕 月光洒下轻波 温柔地披在我和夏里的头上 恍惚间 像是戴上了婚礼的头纱 番外篇 傅雨持刀伤人 被路过的热心群众致住 并报了警 法庭上 她不断念叨着我才是男主 我才是男主 他们都说傅雨疯了 其实我和夏里知道 她是想起了书中的原剧情 一切尘埃落定 我和夏里也终于安心 在二十岁的盛夏末尾 我的世界从此天光大亮 系统 所以呢 有没有人管管我的死活 夏里你还记得不 我叫什么名字 夏里想了想 道 好像是恶霸女配系统吧 不知道 脑子全用来装姐姐了 记不起你的名字 系统 老子叫恶毒女配系统 啊 我受不了了 我要罢工 你欺负彤彤我 呜呜 系统罢工了 夏里酷酷给她两拳 于是她又好了 隔天 她带来了她的好兄弟 介绍一下 这是我哥们百合系统 百合系统热情似火 Hello啊两位 我是百合系统 来 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夏桑 温桑 故乡的百合又开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百合系统斗志昂扬 势必要继承前辈的荣耀 但她没有坚持太久 也罢工了 原因很简单 夏桑根本不管系统任务 每天姐姐长姐姐短 除了姐姐还是姐姐 恶毒女配系统 最终还是回来了 至少她和夏琳能达成共识 为姐姐命是从 我一直担心 夏琳没有完成 恶毒女配的任务 会不会被系统惩罚 系统安慰我说 不会啦 我们主神是非常仁慈的 这么多个小世界 像你们这种情况 她根本不会管 后来我才知道 这小子是主神儿子 给我们走了后门 她真的 我哭死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